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鸡屎藤 这个鸡屎藤呢,它是嵌草客的一种慢生草本植物 因为它的叶呢,搓起来有股臭味 所以呢,它又叫做臭藤 鸡屎藤这个学名也应该是取异于它这个叶子的味道 又因为小鸟特别爱吃它的果实 所以古人也叫它鸟饭,班鸟饭 这个植物呢,它虽然是一种慢生草本 但是它藤蔓的基部呢,木质化非常明显 它这个藤蔓呈现扁圆柱形,稍稍扭曲 植株的表面稍被微毛 实际上从肉眼看上去呢,它整个植株是基本光滑的 这个植物它的叶对深,可见明显的叶柄 叶片磨至或近隔至,有一定的厚度 叶片的形状差异较大 常常呈现卵形,椭圆形和举圆形至披增形 叶子的顶部脚尖 肌部也就是靠近叶柄的地方比较浑圆 叶的两面是光滑无毛的 这个植物它的花长得非常的密集 圆锥花絮叶深或顶深 扩展开来而成为蝎尾形的巨散花絮 花常常开得密密扎扎,甚为壮观 每朵小花的形状类似个小钟 花的表面被粉色柔毛 花关筒类可见许多紫色的短短的小绒毛 整朵花看起来呈现白紫色 它的果实是姜果 成熟的时候表面光亮,呈现草黄色 姬齿藤偏好温暖湿润的环境 喜欢生长在林园、沟谷河西边的灌丛中 经常缠绕在其他植物上攀圆生长 在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兰各地均有分布 姬齿藤是我国常用的民间草药 在我国多个民族,比如汉、苗、土家、壮族等均有悠久的药用历史 姬齿藤药用之名最早建于清代的植物名识图考 但首次作为文字记载 是在清代和检编著的生草药性备药 此书中,它被正式命名为姬齿藤 自清代以来的文献中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医家对姬齿藤植物药用部位的描述差异比较大 净花、叶果根、犬草均有色籍,非常混乱 这位药材曾被我国要点七七版的一部所收录 指出用药部位为地上部分 也就是地上的藤蔓、叶、花和果实 应用的时候可以此为参照 姬齿藤味干、色、性贫 具有驱风除湿、消食化疾、消肿、止痛的功效 这个金屎藤在民间又被叫做清风藤 得名是源于它擅自风湿必痛 这味药它不但可以驱风除湿、消肿、止痛 令风寒湿等外邪不滞留于体内 驱邪而通达经络、消除肿痛 又能够消食化疾、渐运脾胃 助体内之湿外排 对于风湿必痛的治疗可以说是内外兼修标本兼顾 所以民间常以基石疼为军药 配武防风、白竹、桑济森等药材 用于风湿性关节炎以及腰腿痛等的治疗 由于它常于消食化疾 所以也常被用于小儿肝疾、消化不良、浮胀浮痛等等 而它消肿、止痛的作用 则常常可应用于跌打损伤、无名肿痛、外伤性疼痛等等 基石疼药材的采收,比较推荐采用七七版药点的方法 在下秋季采收地上部分阴干 或是把采得的地上部分除去杂质后稍稍清洗 切断晒干 不过要避免暴晒 以免破坏不稳定和易挥发的成分影响药效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哦